那個... 報名的現在是白紙一張跟那個佩琪嗎? 不是不是我 OK好 有兩位,還沒有 所以我已經把你夾起來了 我已經把你夾起來了 那反正大家可以自由上來講 好 那在那個正式進... 正式進那個科技與工技術這篇之前 我要先講一下說 關於那個 如果假設平台上面傳以前的舊版要升級到新版 其實我... 我好像以前有寫過類似best practice 的東西 的文件 那基本上由於有一些 license 他是不能這樣向後路 其實絕道不能不行 應該說絕道不能不行 對 所以變成說如果假設要升新版的時候 你其實可以有一些 step 去走 比如說像你舊版你就一定要 keep 住 然後新版 新版就是你在界面上面再也不要讓別人選舊版 就是 license chooser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你再也不要讓別人選舊版 然後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足夠的把它移到新版去 那舊版你其實只是多增加一個 多加一個那個版本的欄位而已 那或者說在你的資料庫裡面其實只是存 URL 所以其實沒有很困難 只是不會是用升級的 就是不會是把舊的使用者通常升級到文具 但是其實幫助使用者轉到新版 其實都沒有很困難 就還好 這樣 好 那我大概介紹一下說 CC的就是在這次 Global Summit 提到的科技跟科技的部分 那不過我先確認一下說 各位你們知道CC有多少跟科技相關的跨拳嗎 CC其實有雜一雜八的一堆跟科技相關的跨拳 那我們先不討論他斷不斷頭 因為斷頭其實蠻多的 包含小弟我有參與幾個斷頭的東西 好 那其實CC有很多跟科技相關的project 那以前他都列在一個頁面上面叫做project 就是creativecomments.org 然後slashproject 那結果後來那個project 反正從我從2011之後 就慢慢的被其他的跟科技無關的project 那個也是project嘛對不對 然後就淹沒了 所以說那以前是科技的一大堆 然後那個非科技的一大堆 然後後來現在已經去project 看到的是大概想像那樣子 那裡面其實有很多的東西啦 那所以說我後來想說 那我要準備這個東西 我是不是應該跟大家大概overview一下說 CC曾經有過哪些科技project呢 所以我們就要來讀檔一下 就要讀取一下究竟人 究竟人 我的油標不見了 好的 所以就能在那個一個網站上面 我找 CC 我們就以前有一個演講是專門在 剛好在講CC的科技技術專案 那所以我就直接拿這個詞愛來 直接過一次 大概大概過一下 那不重要的東西我就直接跳過 那CC的所有的科技專案其實都圍繞著 MetaData進行在走 那為什麼我們說圍繞著MetaData呢 因為其實CC是一個有三種太陽 比如說太陽怪怪的 這樣牽扯到某些用詞怪怪的 三個方式可以去展現CC 那你可以包括看得見的 或者說給比較律師法官看的 然後還有東西給七七看的 給七七看就是MetaData 那為什麼要MetaData 因為你搜尋的時候 才會比較搜尋不到 像比如說那個 搜尋有時候比較搜尋到 這是其中的原因 像比如說我 剛才有要求各位在這個 會議上面比如拍照片什麼 打Mose password 打spaces 那在外而人家搜尋的時候 就比較有機會搜尋到這個活動 雖然這個活動的標題 跟Mose password 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它只有在地點才會出現 但不是說因為我們可以藉由這種方式 在媒體裡面塞入一些的料 來讓那個資料更好的 更容易被人家發現 要更容易被���ר 這是他之所以要用MetaData的關係 這是他之所以要用metadata的關係 那他有推出過一些方案 就是我們稱之為CCIo 那他是可以用RDFM 反正就是標示metadata語言 然後有另外一些XMP 可以遷入metadata到檔案裡面去 的這些東西 那他有用過這些東西 那比如說像這段字 如果你要遷入CCIo的話 你可以用HTML的方式遷 那上面就可以標一些欄位 那這樣別的第三方的工具 可能就可以來爬你的網頁 然後知道說 其實你們這一段話 就是這一些東西 代表是什麼意思 那各自有各自的意思 那你可能可以跟我說 那這樣只要機器看得懂人話就好啦 沒有錯 機器如果看得懂人話的話 他就不需要這些標示語言的難 但是由於現在機器 沒有辦法那麼容易看得懂人話 由於現在還不行 不代表未來不行 但是由於現在機器 沒有辦法那麼容易看得懂人話 所以現在我們還是會用這種方式來做 好 好 那這邊 對我重要 好 那他還有供一些其他的 杂力杂法的工具 那比如說像Mayslator 去驗證說你的MetaData 是不是對的 因為MetaData是不是對的 這一次其實蠻重要 就是如果你要被第三方的人知道說 你這份 你這份媒體其實是用什麼搜尋師書啊 其實標示的時候要標示誰啊 什麼那些資料的話 那萬一你東西寫錯 那別人就沒有辦法正確的標示 那所以有一個驗證的服務 那樣子 那另外還有CCPLUS 剛剛有提過 那其實就是衍生CCIO的一種方式 那在技術層面上面來講 其實CCPLUS的作用是說 告訴第三方我們所謂的agent 如果你現在用瀏覽器 各位應該都有使用瀏覽器嘛 我應該不需要介紹瀏覽器是什麼 那瀏覽器是在我們的 技術上面的用語叫做User Agent 就是它是使用者的一個探員 agent這個時候不是這樣翻譯 使用者一個代理人 那他代理你什麼呢 他代理你去取得網路上面的資訊 那所以我們說 如果假設有一個agent 去爬到某一份資料 一個agent去某一份資料 他在看這份資料的時候 他有可能可以看到一個說 所以你的搜尋方式是CC 比如說by NCND 就是姓名標示 非常艷系 然後禁止改做 那如果你想要 你告訴那個agent說 其實我想要搜尋的是可以改做的 就是沒有那個nd條款的素材 那這個時候按理說 那個agent看到這個素材 他會把他跳過 因為他有nd的標章在 但是如果你這個標章 剛好在下面那邊有一個CCREL 然後他是標註的說 可是如果你需要額外的授權 你可以找哪裡 那這個時候我的agent就可以判到說 所以你這個雖然是用nd 但是你還是有其他諮商的方式的 那我可以依據一些考量 來決定要把他放進來 所以這是CCR CCPLUS在那個 用Mena Data呈現的時候 他到底可以幫你做什麼 的一個距離展現 那還有做過CCRAW 這個現在還蠻多人用的 那有CCWiki上面其實有很多材料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層面 除了剛剛那邊是規格的層面 就是Mena Data他要用哪些規格 這是CC本來在做一大套的東西 那現在基本上沒有再繼續發展 因為目前來講他還算蠻夠用的 沒有再繼續發展 那另外一些是integration 就是怎麼樣遷入到其他的平台 或者是其他程式裡面 那比如說FREAKER 他是他可以讓你選擇授權 這就是用遷入 或者說如果有哪一個創作工具 比如說我們講 一下子不知道什麼創作工具 太少用美術創作工具了 好 Adobe的那個Sharp Photo 我們還是把它改個名字好了 Sharp Photo Sharp Photo 今天的5.0版 裡面有一個功能是 讓你存檔的時候 就可以選擇CC License 那這個東西它也是屬於一種 遷入式的 遷入到那裡面 那CC為了要希望很多很多的人 都可以去把CC的這一套機制 放進他的網站 放進他的軟體裡面 所以他有做一些遷入式的工具 那包括說像是 這個不算遷入式工具 這個網站上面就可以選擇 那如果你的網站也想要有的話 也想要有這種機制的話 他其實有放一個叫licensechooser.js 那只要遷入這個短短的一行 你的網站就擁有 讓使用者選擇 用CC授權的能力囉 那還有一些其他的可以調整的東西 像是你可以限制使用者 只能選擇某幾種授權 你也可以限制使用者 只能選哪一個 以前叫司法領域 現在我不知道他4.0以後 會變成什麼的那個 說語言好了 的版本 那現在4.0應該沒這個問題 因為他反正就是 只有選一種 然後也可以選擇版本 也可以選擇地區 可以選擇雜雜吧 那你也可以選擇說 你的展示語言要是什麼 也有中文 就是說你也可以告訴 這個licensechooser說 就是我要顯示的時候 顯示在外面的介面 要跟著某個設定跑 那這樣使用者 在你的網站上面切英文的時候 他就可以看到英文的 他切中文的時候 就看到中文的 這個工具其實滿方便的 但我超少看到人用 基本沒有看到人用過 然後還有Live License 這個是在那個程式裡面 就如果你的程式想要提供CC授權的指定方式 那你可以直接把這個Library拉進來 那你的程式就可以擁有 讓使用者選CC授權名利 那為什麼 你可能會想說 就是為什麼 這只是選個授權而已 好像我自己做就可以 不需要用你這種 License Chooser Live License 這些東西 但其實這兩個東西 就Live License 跟License Chooser 他都有跟網路接 也就是說CC那邊 只要update 你的程式也會跟著update 就選擇的時候 他不需要去 不需要去你 再用hard coding的方式去code 像比如說現在 Fleaker那邊 應該是沒有用License Chooser 那他的版本 就一直在舊的版本 那開發人員如果要調整 也沒有那麼方便 他就必須要再改 他資料庫裡面這些東西 但如果他當初可能是用License Chooser 那相對來講會方便很多 這邊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不過這個東西比較後來沒有人再用 我就跳過來 他也是可以給你放在程式裡面的 那甚至有做過這種Prototype 就是說你直接在檔案總管裡面 就可以看到你的哪一些東西是實際授權的 我甚至也有做過這種Prototype的東西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我們追求的終極型態 就是終極型態之一 就是說你在任何地方 你都可以知道說 你那個東西 那個檔案是什麼授權 那丟到Prototype去 他還保留這個東西 那你從Prototype上面再下載 還是保留那個東西 我們最希望是這樣子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你比較好保有一個說 你的License 這個檔案到底License是什麼 這個資訊 以及其實CC一直在面對一個問題就是說 創作者他很有意願要分享他的東西 但是他經常會問一個問題是 我的這個作品到底誰在用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那我們先不論說 說實在這個CC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今天放一個素材出去 除非他來跟你講說 我要用你的東西 我要用到哪裡 除非他來跟你講 那不然我們先不討論合不合法 他本來拿去用 你就不知道他拿去哪裡用 你就是不知道 對那數位的方式來講 我們可能可以用一些方式來追蹤 所以我們現在想了一些 作為 那這個就是一個其中一個作為 就是怎麼讓 SyscEmeral Data 好好的保存在檔案裡面 讓他跟著檔案跑 那他或許可以解決部分問題 那不過他當然也很有可能 沒有辦法解決所有的問題 那不過總之這是過去 曾經做過的一些努力這樣子 好 Application這邊我應該沒有什麼特別要講 就是整合到 好 還有額外的一些東西 像是Mod CC 這是一個Firebox的extension 或是說A-down 那他可以裝在Firebox裡面 然後顯示說 目前的這一頁 其實是用什麼license 那為什麼要有這種功能呢 因為 各位應該都有看過 Freaker的網頁 你們記得 他顯示CC是怎麼顯示的嗎 或許你記得 你現在想一下 OK這個東西 那或許各位也有看過很多 如果blog上面有用CC的標示 那你記得他是怎麼標示的嗎 好 如果你記得 那你比對一下 Freaker上面 以及各個你所看過 用CC標示的blog 他們標示的地方 跟標示的方式 是不是都不太一樣 那所以相對來講 你要辨識 有的時候就還要找一下 翻一下找一下 他搞不好 只是一行字躲在哪裡 都不一定 對那所以 用這種瀏覽器工具 他就是幫助你說 萬一這一頁真的是用CC的license 那我就在瀏覽器上面 有一個固定的地方 告訴你說 他是有什麼license 那這樣就比較方便一點 那我來看一下 我應該有截圖 啊我應該沒截圖啊 好 不過我沒截圖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那個新版 我裝了他的新版 就是這個叫做 OpenAttribute 那他的作為 他的作法就是一模一樣 就是在網頁上面 在瀏覽器上面顯示 這個CC的license是什麼 像這張照片 是由阿倫自拍 阿倫自拍 阿倫自拍的 那阿倫當然很 很願意放出這一個 這一個圖片 用CCense 那他的CCense是什麼 你如果熟悉Fleek 你可能告訴我說 那他就是擺在誰的 你會在這裡 你可能很熟悉 那不熟悉的人 就是他第一次進來 這個Fleek 這個默默明明的網站 那所以他從來沒看過他的時候 他這個時候就可以點到上面 上面有這個icon 那我們按一下看看 他就告訴你說 其實他的sauce是什麼 然後他的 title是什麼 他的license是什麼 這邊有寫 他是attribution-share-like 2.0 的generic 那 不是modeCC 這個open attribute 還有一個方便的地方 就是說如果你想要標示 這份作品 比如說你在你的簡報裡面 用的這份作品 然後你想要標示它 在這邊已經直接告訴你 正確的標示要怎麼標了 這邊有一個more information 直接把這個copy起來 然後貼到你的簡報去 一切就結束了 非常方便 那 如果你用的是網頁的話 那他也有 有含metadata的標示方式 也一樣把這個東西copy起來就好 然後躲過去啊 那 各位可能在這個地方 會發現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 上面這邊有兩個icon 為什麼會有兩個icon呢 你有注意到嗎 這邊有兩個 看起來一模一樣的icon 按下去以後 課制有課制的作用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呢 啊 這一定是buck嘛 那 因為這個open attribute 其實是一個年久失修的 一個extension 啊 這就是一個buck 沒錯 那 這個專門 大家可以看到他現在就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 這講一個有趣 就是其實 類似open attribute這種東西啊 在CC台灣以前 我在的時候 我們也有做過很多不同的嘗試 那我剛剛特別去翻出了一下 我舊的文件 那我還有把我的 就是設計的稿子啊 什麼東西都堆在上面 那 第一個是 那個CCJotero 那Jotero是一個 幫助你在寫入文的時候 比較方便的軟體 因為你寫入文的時候 可能要到處去收集資料 那你到最後要有非常嚴謹的 學術方式的quote 你必須要side它 然後你必須有非常嚴謹的標示 那為了幫助你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到各處去看入文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收進Jotero裡面 那這樣Jotero就會知道說 你去哪些地方收了什麼東西 那你引用的時候呢 Jotero就會告訴你說 如果你的引用方式是採用某個格式 如果你寫過路文 你知道有很多種格式嗎 那如果你引用能量的方式 某個格式的話 那你應該正確應該怎麼引用 他就直接copy給你 那你就可以 方便的匯出到Word裡面去 或匯出到LaborOffice裡面去這樣 那 不過 如果那個素材是CC license 那個時候Jotero 還沒有一個很好的 的引用方式閃現出來 所以我那個時候 有用Jotero的API 寫了一些東西 那我有丟到這裡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下載 他當然也是一個斷頭的東西 所以 目前只有Source Code Source Code是FreeLicense 所以各位可以直接去下載來看 那我當時有規劃一下說 就是如果假設 後面做完應該怎麼樣 那沒有繼續 因為有點複雜 就超過我的程式能力放完 那後來也有用一個簡單的Polotype 叫JetCC JetCC做的功能 其實就跟 後來的OpenAttribute一模一樣 我是 就是 同樣的東西有三種 一個 第一代叫ModCC 第二代就是 我這個叫JetCC 然後第三個是 第三個是OpenAttribute 那我JetCC做的時間 跟OpenAttribute差不多 然後做的目標幾乎一樣 我當時也有做一些 簡單的 簡單的那個想法 那這邊也有一個講說 就是要直接把它秀License 他應該要怎麼樣 Attribute的東西 當時有這麼規劃 那還有一堆的Non-issue 然後一堆的操作模式要怎麼做 那不過這都只是幻想 畢竟想的比較幻想比較厲害 前面是比較弱一點 糟糕 那 以及在後來也有 在我離職之後呢 有小B 就是ModTW也有小B 進去做了一些東西 那他有做出一個簡單的Polotype 這邊有一個install LatestRelease 0.1 這個專案也就一直停在0.1 再也沒有證據過 糟糕 2011年9月24號 這邊最後一次的Termine 那不過他確實是有做出一些想法來 那其實都跟現在 CC的方向非常非常像 所以其實 我們看這邊 就可以大致知道說 這個東西它的走向會怎麼樣 那 拉回來 其實 到底我們是要做些什麼事情呢 我就繼續講一句 戰隊上面來講 在CC的科技面來講 現在被放了比較多的錢 那 講個八卦 不算八卦 就是 我這次去參加 那對於我來講 我是2011年 從中原院離職 那 到現在2015年再回頭去看 中間其實我沒有真的 非常非常關心CC的科技發展 我有關心CC 但是我沒有關心科技發展 因為就不用花那麼多力氣了 那不過啊 我就發現說 其實好像沒有掉什麼球 就是好像沒有掉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問了 那個CC的人說 就是 奇怪了 中間好一陣子沒有看 到底為什麼好像都沒有什麼進步 他說 因為2011年 我們就 CC的Tech部門 就都離職啊 然後就沒有 就再也沒有科技部門了 然後所以就沒有人在做了 那最近 我們終於沒有科技部門了 所以我打算把它撿回來做 我就 喔 原來我從來沒掉球 就是因為 就是剛好那一陣子 所有的科技人 全都離職了 包括我在內 所以就尷尬 那 無所謂 總之從去年 去年RUN上任之後啊 就是 RUN是Mozia的之前的CEO 所以他也有 對科技的部分也算滿了解 那他本身也寫一點程式 所以 在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又把它重新撿回來 那戰略的部分 其實說實在 沒有跟以前有太大差異 以前我也是講幾乎一樣話 就是 降低參與的門檻 那排除參與的障礙 那這都很簡單 那具體上面來講怎麼做呢 就是 我們希望 CC這個東西是科技馬瓜也會用 就是他 如果假設要標示得很好 因為標示得很好 在應用上面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比如說你至少搜尋 比較搜尋得到 那假設要標示得很好 不要讓使用者太難標示 所以就科技馬瓜也用 最好的辦法就是 你選一選選一選 就標完了 而且標準正確 那這樣搜尋你已經搜尋到 你也很方便使用 那另外一個就是 到處都可以用 現在你有好多好多的平台 都已經支援CC 但是Authoring tool 還沒有 就是創作工具 其實很多很多都還不支援CC 那怎麼讓他們也支援 其實是蠻重要的 到處都可以用 那以及 排除參員的隱形 所以排除參與隱形 來講 我們就是希望去倡導一些解決 那說服服務商加務CC這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沒有算做得非常順利 那因為其實如果你真的要講到那麽多Best Parties 他其實變得很複雜 一開始服務商可能都覺得說 那不過就是標示而已 我就弄個東西讓別人選這樣結束 但其實他還有很多後面的事情要做 那如果你不做到那邊 以後會可能會有相對的麻煩 那總之就說服上面來講我覺得沒有很順利 那在略是如此 戰術上面來講就是促進平台合作跟工具整合 這跟以前都一樣 那現在有一個比較還不知道方向是什麼 但是有在思考就是怎麼發展類追蹤機制 但是不是真的追蹤 因為剛剛有講過嘛就是 創作者很想要知道自己的東西在哪裡被使用 以及被怎麼用 他的目的並不是說 這樣我就可以去依據他的狀況 charge他更多的費用 不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單純一點去想 就是我本來就想要知道我的作品 在哪裡有什麼有創意的使用方式 那所以他要發展一些 想要發展一些類的追蹤機制 就是如果假設使用者自己願意的話 他可以把自己的東西怎麼用的機制 不是怎麼用 是我怎麼使用別人的東西這件事情 登記到哪裡去 那這樣就有一個共通的地方可以去看 不過這個都只是想法而已 就都還沒有東西 那有一些舊瓶的新酒 舊瓶跟新酒 那比如說像CCsearch 有用過CCsearch去做藥嗎 有用過的 欸 都是中英園創造CC計畫的夥伴 好 OK 那我們實際來看一下 實際設計怎麼用 這樣我比較好介紹說他有什麼問題 Live Demo Live Demo 對啊 Never Live Demo這件事情 我居然要做 太可怕了 這就是現在的實際設計 那假設我們今天要搜尋貓空的照片 那個 沛琪你覺得我第一步要做什麼 現在你看到這裡了 你可以描述一下 你的第一步會做什麼事情嗎 你可以直接在那個欄位打貓空就好 貓空 那我們來試試看 стр 那我按enter 欸為什麼呢 我剛說了嘛 我要搜尋貓空的照片 那這個時候 我們再回浴 queste畫面去看 欸 它下面其實還有好多好多東西 他說search utilizing 那意思是不是代表說 使用者要去這些地方去找某個東西 而且如果我是一個對這些平台都不懂的人 我到底要怎麼知道說我要找貓空的照片要去哪裡找 你就想到它下面其實有一些小小的標註 比如說像這個Fleaker裡面有Image Image是不是圖片 你們先另當別論 那總之你有一個方向 這邊有Image 那你就看到Google image的Image 然後Media是什麼意思 不太清楚 然後這邊有Image 那不然我先隨便按一個Fleaker 這樣就搜尋了嗎 這樣就搜尋了 好OK那這邊我達成我第一個步驟了 但是如果接著我就立刻又要找 摩滋公寮 那接著呢 接著我要找摩滋公寮的文件素材 那我要做什麼 你發現你沒有辦法在這個界面上面做 因為你在Fleaker上面找摩滋公寮 有哪裏出現一大堆摩滋公寮的照片 然後不會是文件素材 所以你要做什麼 你要回到上一步 上一步以後重新在這邊輸入摩滋公寮 然後去一個不知道找哪裡 因為這邊完全沒有文件素材這種東西 你可能找Web 然後再按一下 好我們剛發現一些問題 就是說 第一個他其實 你這樣要起來接去 其實你的想法是說 我想要找一張什麼什麼什麼的圖片 他最好是CC怎麼樣怎麼樣license的 因為你對CC已經有一定了解了 那這個界面顯然沒有辦法 很好的幫你做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要跨媒財 跨media的方式去搜尋 你要來回好幾次 去找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剛剛其實也一直有提到 就是說 如果你找到一張別人的圖片 你到底要怎麼樣很好的去標示它才對 這個問題一直一直不斷的被提出 那所以說 我們現在從這三個問題來看 第一個是說 他剛剛那個界面其實他有問題 他其實有問題的界面 就是你對一個新手來講 你沒有辦法去搜尋他你要的東西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要跨媒財搜尋 你要來回好幾次 那第三個是沒有辦法很好的 告訴你說要怎麼標示 所以這是 CG搜尋現在目前想要努力的方向 第一個是說 怎麼樣去處理 跨站搜尋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是 如果他處理不好跨站搜尋這件事情 他就可以在同一個頁面上面 直接告訴你說 你要哪些素材 然後你就直接按說 我這次要不是照片要影片都可以 勾勾勾然後他就跨站搜尋 這樣就解決這個問題了 那另外一方面是 找到了以後 怎麼協助你好好的標示 那怎麼協助你好好的標示 其實這個想法 跟剛剛的OpenHBO 已經之前很多我們做的嘗試 想法都一樣 目前的想法都一樣 就是說 你搜尋到之後 我能不能提供一個Button給你 好像叫CCButton 這個專案 有點忘記 我能不能提供一個Button給你 然後就直接在那個作品的旁邊 你只要按一下之後 就可以複製 要怎麼標示的那些資訊 到你的檢驗簿裡面 然後你可以貼到別的地方去 讓你結束了 能不能做到這麼方便 所以還在想 好 好 這是社群的部分 那另外還有 授權精靈 現在的授權精靈 其實它有一些問題 第一個就是這個 揭秘實在不是很難看得懂 就不是很難看得懂 然後再來就是它上面的詞彙 有一些東西可能要調 那所以現在有在想說 它的調整要怎麼調整 那我記得我好像有弄連結 不過弄了連結之後呢 我就發現 不知道怎麼樣去按它了 那這是新的license chooser的Prototype 那它跟介面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只看步驟不看介面 覺得這個介面絕對是錯的 但是只看步驟 那首先呢 前面這邊它想要告訴你說 你可以去申請CCID CCID是什麼 以及在這邊它有什麼意義 這我等一下再講 不過就是它要去申請CCID 那第二個就會說 OK好然後接著你選擇一個檔案要upload 這跟一開始的license chooser好像有點差 我就知道一開始的license chooser 是你選擇它問你幾個問題 然後以便辨識說 你應該選擇哪種授權 那現在它叫你上文檔案 好像有點怪怪的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想幹嘛 那接著呢 它就問你說 這是你自己的 這真的是你自己的作品嗎 看來是因為CC過去有很多狀況是 想要license別的作品 然後所以就是要問你 有些問清楚說 這真的是你自己的作品嗎 然後後面再告訴你說 為什麼是你自己的作品 才能夠license這麼的重要 孩子因為這就是法律規定 就你本來就只能license自己的作品 然後接著是 你願不願意讓別人做這個adaption 然後這個詞看之後要怎麼翻 那接著後面是 是不是要阻擋別人 你就是不讓別人商業利用 那接著你選完之後 它就會告訴你說 所以你的license是什麼 然後亮出來給你看 那你可以選擇別的 到時候還可以選擇別的 那另外還希望說 你可以填一些資訊 填進去之後呢 後面就可以產生 MelaData 然後這邊有一個重點就是 它可以把MelaData 撐進去那個檔案裡面 然後直接讓你下載 那你的檔案裡面就有MelaData了 那就會邁向我們追求的那一步 就是MelaData跟著檔案走 那這樣你怎麼卡不動 我都要貼到 那所以我們從這邊可以看到說 這邊有兩個跟以前 三個跟以前巨大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是 它有告訴你說 你可以用CCID登錄 那這個到底什麼意義呢 CCID是公文的平台 等一下講 那第二個是 它多問了一些問題 那那些問題想必是 可能是比較重要 那不過 我們先不看那個問題的重要性與否 因為那意思就是說 License Choser以後 可能不單單的只是讓你 選擇 從六種送信條款裡面 選擇一個送信條款而已 它要負擔一些教育意義在 所以它必須要先告訴你 如果你是怎麼樣 我覺得應該怎麼樣 這樣子的東西 那第三個是說 要把檔案遷入的機制放在裡面 所以這是License Choser 在這裡 那另外還有一些部分 是我把它列在開拓江湯 第一個就是要講 剛剛提到的CCID 那CCID各位現在就已經可以申請 它是在login.creativecommerce.org裡面 那CCID現在申請了 基本上不需要點什麼資料 而且也沒什麼地方可以讓你填資料 它就只是一個單純的頁面 然後你填你的帳號 跟email密碼進去就結束了 什麼都不用填 那不過它以後是有肩負的一些責任在 那 這種想法其實不是第一次出現 在很久以前有一個東西叫做 creativecommerce.net CC.creativecommerce.net的東西 那它的想法是說 你可以自己在那邊做一個你的profile頁面 那它也是一種ID 你可以拿這個ID去登錄到別的網站 那做這個profile頁面是幹嘛呢 你可以在那邊宣告說 你的東西要用什麼License做 那比如說像 這個是我那時候註冊的頁面 那你可以告訴大家說 我其實有這些東西是用 各種不同CC license授權的喔 那我授權的時候 為什麼要這麼授權 我旁邊還有一個mycc story 可以讓你寫說 你在授權的時候 你考慮的其實是什麼 那這樣別人可以經由這種方式來 連到這一頁 然後知道說你在想的其實是什麼 它其實也是處境溝通 那這個頁面 它其實當時還肩負著另外一件任務 就是這個CC.net 這個頁面還兼顧著這個任務 Support CC 就是你一年捐5塊錢之後 就可以使用這個平台 捐5塊美金 那後來不是很成功 那所以後來反正總之就演化到 這個CCID 那CCID後來會 之後會全面取代那個 Denet這個機制 所以我們現在至少知道 CCID上面也會讓你去標示說 你有什麼東西用什麼方式授權 那另外一些東西 另外還有什麼呢 就是 剛剛在license chooser 前面要叫你用CCID login 除了要記錄你說 有什麼東西其實你曾經利用過 哪些授權方式授權之外 它同時也去記錄了說 就是 你的姓名啊什麼那些東西 要怎麼HP名 比如說你可以說 我的名字 如果要表彰我的姓名的話 請用博強照 因為我喜歡外國人 所以你請用博強照這個名字 那你也可以說我要標示我 就標示我成 暗夜天使 我試圖講一個非常中二的名字 對 好 你可以 你必須要表彰我為暗夜天使 然後你要那個 把我的那個王子要打成什麼東西 你就可以在CCID那邊 先把自己的 要怎麼表彰自己先打好 好 那這樣子你以後在license 自動幫你把這些東西帶進去 以及 別人看到的時候 或許利用一些自動化工具 它可以方便的去表彰你的姓名 用你希望的方式 好 以及你可能猜測過哪些活動 或什麼東西 那這個是CCID之後想要做的東西 不過 之後會是多久 我們不是很清楚 現在CCID的科技部門只有兩個人 就是只有兩個人而已 然後要做的話 可以一大堆 應該這個東西好像比較晚會的做完 好 那另外一個是 現在已經有開始在做的是 The List 那剛剛我已經有講過 那 它會跟CCID結合 其實其中一個原因 也是因為ManaData 就是要把各種HB的資訊 以及它來源資訊 簽進去裡面 那另外讓CCID那邊 也已經有一些資料 說知道 誰license過什麼東西 那這個東西 有可能延展下去 會發展到 所以誰使用了什麼東西 也可以在那邊被顯示出來 那就期待它之後的發展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這個網址上面有 所有CC目前的TechQuadget 然後跟它打算要做什麼 我之所以在打這麼小 就是告訴你們 不要想要抄 就是這個 這個投影片 反正後面會放出來 直接去點連結就好了 好 那所以總之就是這樣 那我的那個 黑配上面我還有提到說 就是有另外一個 跟科技有一點相關的是 我有去參加那個EFF 就是剛剛講 電子行動基金會 他們有舉辦兩場獎座 在那個歌謀上面裡面這樣 那我參加了其中一場 是關於EFF他們用了什麼工具 那其實用了什麼工具 因為他那一場其實分享的我覺得 不是真的那麼多啦 那比較是經驗分享比較多一點 那不過我這邊還是 來聊一下這個工具 這個工具叫Action 就是EFF提供的一個 倡議所用的工具 那一個場次裡面 他其實講的通通都是說 如果你身為一個倡議者 我們有哪些科技工具 是我們有哪些經驗 然後你可以用這樣 那這個是我比較有興趣的 就是說 他那個時候發想的想法是說 我們現在經常需要倡議一些議題 比如說隱私 網路隱私也好 或者是 反正各種各種東西都有 那包括 如果你不是網路界 你說你是社運界 那你可能要倡議 比如說你對服貌支持與否 比如說你對台灣家務TPP支持與否 你可能需要倡議很多很多東西 那EFF電子前方基金會 身為一個網路方面的基金會 他需要倡議很多很多的花卷 那他們就想說 能不能有一個類似駕站期的服務 然後我只要把我要倡議的東西打進去 他就可以很輕鬆的幫我 秀出一個很漂亮的Landing page 然後在旁邊順便告訴別人說 那個Action要怎麼做 比如說他可能要求你打電話 比如說他可能要求你寄Email 比如說他可能要求你傳簡訊 去給你的親朋好友 那有沒有辦法說 做一個很方便的東西就可以用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現在實際上怎麼做 我又找不到我的花鼠了 為什麼沒有花鼠 我們要先說 那花鼠算了 我開這裡 我開這裡 OK 那現在他有一些 project在走 那我們先不看他project內容是什麼 我們注重多樣性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東西 注意他的架構 標題 內容 叫你Sign 就是一個Action button 叫你Sign 然後旁邊可能一些 檢視基本的圖 那旁邊有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的那個展現的地方 好 那下面有一大堆的Sign 好 那如果你按一下 按一下要Sign 他就把你丟到旁邊去 這邊有一個表單 可以方便輸入 好 這是第一種形式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種形式 好 標題 內容 叫你Sign 對 好 然後旁邊也有那個 基本的那個 SNS的東西 那下面有一大堆的Sign button 好 我們來再來看這個 好 標題 內容 這次不是叫你Sign 這是叫你吹到Twitter去 吹到Twitter去 然後或者說你要 Display 就是可以Tune的什麼東西 這樣 然後下面也是一大堆的Sign button 再接下來這種形式 叫你打電話 好 所以這個其實 他就是在想說 說我們要用一個類似 駕站機的服務 然後快速的做出 漂亮的單一的Lending page 那這樣子我們在宣傳的時候 才會有力量 就是 我們的所有海報什麼什麼地方 都直接打那一行字而已 然後所有的人就是來 到那個地方 然後做那個Action 然後讓那個Action 變得比較大 那其實台灣有做過類似的 project 各位如果 還有記憶的話 這是 123打刀掛 然後 合適的我沒有參加 不過當時有服帽的那個 我有去玩 說我還用怪怪的 好 那他就是也是讓你顯示說 就是你應該做什麼事情 那他這邊也有一些 那個行動的綱要 我記得好像他都壞掉了 對 因為服帽的後來有改 然後改了一個壞掉 那總之他還是叫你說 就是你就打電話 然後打電話以後 你還可以去回報說 就是我有打過哪些人 然後他回應是什麼 所以這個形式其實很像 那 目前這個123打刀掛 他其實沒有做的 Tamerate沒有做的真的很好 所以 你要換一個 換一個倡議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要做起來 操作起來有點麻煩 那另外也就是 另外也就是說 這一頁顯然不是一個很好的 Rending Page 因為他沒有那個 告訴你為什麼 告訴你為什麼 這件事情沒有在很前面出現 旁邊有 旁邊其實有 但是這件事情沒有在很前面出現 那他就不太好拿來做廣告 因為廣告的時候 如果別人一看到 立刻過來 他需要一個快的大的標題 告訴你為什麼 這個跟你有什麼關係 所以EFF他那個時候 他提供的這個東西 那這個也可以在 GitHub上面下載遊戲 然後就可以去 這個網站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有 有趣的東西 那EFF其實還有很多其他 像是我這邊現在有裝一個叫做 Privacy Icon 它是讓你去知道說 這個網站上面有哪些追蹤機制 是跟你的隱私可能有關係 那你要選擇關掉哪一個 要選擇開啟哪一個 這樣子 Privacy Icon Privacy Pager 那他有做很多project 都跟這個東西相關 不過他當時沒有講很多 因為當時講的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是倡議者 我沒有哪些東西跟你用 那我自己最記得就是這個Reaction 那我的分享就大概到這邊結束 好 那關於我們上面的四個分享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提出來 然後就不用到前面來 就坐著直接回答就好